说到神机妙算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就是诸葛亮 刘备请他出山之后 每次指挥似乎都战无不胜 要是如神无所不能 呼风话语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 最终帮助刘备三分天下 成为一方诸侯 大家认为这么厉害的一位人物 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没想到有一个人还能和诸葛亮相提并论 这个人就是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刘伯温 刘伯温的本事到底有多厉害 他凭什么能和有惊天伟帝之才的诸葛亮齐名 传说刘伯温能够知晓未来 看见以后发生的事情 就连清军入关后 也被他墓碑上的字直接吓退 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大讲堂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刘姬 自博温 是帮助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 和建立明朝的第一谋事 后人称他为三大不朽伟人 人们非常敬仰刘伯温 因此刘伯温留下了一大批明清建筑 如刘姬祠 终结宫庙 盘古亭 慈灵亭 武阳亭 刘姬故居 刘姬木党 传说刘伯温认为 自己精通天文地理 奇门八卦 世事不端 非凡的战略 无人能比 等等 关于刘伯温的传说 民间有许多传说 但刘伯温确实精通天文兵法等 他的诗作 尤其是诗歌的水准 其诗作质朴刚剑 敢于抨击政治腐败的官场 同情人民的疾苦 刘姬 李善长 徐达被称为明初三杰 其成伯及历来为学者所称道 实际上 历史上刘姬主要贡献是战略思想 他的代表作有《玉离子》 《百战齐掠》 《麦甘蔗炎》等重要典籍 事后人喜爱阅读的智慧书 民间传说 刘姬有天下三分接诸葛亮 一统刘伯温 前节军功诸葛亮 后世军功刘伯温之说 在朱元璋对付各路敌人的过程中 刘伯温审时夺势 不断利用自己博学的学识和远见的着实 为朱元璋一统天下的大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其中他与李善长在朱元璋 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分工明确 而又互相合作 可以说 没有刘伯温 朱元璋的统一大业 便要延后获释难以成就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 我们当然无法知道 如果刘伯温不辅助朱元璋 朱元璋还能否建立大明工业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刘伯温确实具有非凡的才能 而这些才能不仅体现在朱元璋对他的评价 更体现在后世对他事迹的流传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说过 刘基堪比汉处的张亮 称刘基为我的张子房 他非常敬重刘基 他说 刘基师从天人 文武双全 精神正直 有才华 一时的争论 驰骋千年 天热时 碰至一方 慷慨见之 守陈远略 打过 先打 轻能说 我能判断何使用 就现在而言 所有提到的都是正确的 刘基庙坐落在南田新寨村的盖化山南路 据历史上的书籍记载 这个庙是明朝时期天顺三年而建成 因为朱元璋封给刘基成一博 所以叫成一博庙 2010年 成一博寺 刘基墓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在神殿中有一个重达900磅的古铜中 在庙里有四个又大又粗的柱子 屹立不倒 在柱子底部是刘基以柱吞金而去世之地 什么叫靠墙吞金 根据传说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 害怕人才 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大臣 其中有一天 刘伯温带着皇太子出去游玩 皇太子很好奇 看见那头猪 在拱门上吃东西 便问刘伯温这是什么 刘伯温便对皇太子说 这是一头长大后会杀掉人的猪 因为猪和猪因同字不同 这个事而传到朱元璋尔多里以后 便决定要杀刘伯温 这时马念良给刘伯温通风报信 才得以安全逃回家乡 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 刘伯温吞金已表示自己对明朝的忠心 而死于这个柱子 而住于主是谐音的 表示刘伯温暗示朱元璋死后 也要忠心于朱元璋这个主 刘伯温的家乡五阳村 五阳村距离南田有五公里 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天葬坟和刘基墓 刘基墓的风水很讲究 墓穴后有九座山 位于墓前的山坡上 故称九龙珠 墓前还有两个斜坡 现在所用的是烟台 左边是观印 整体来说是个干净的箱子 烟台 印章 笔 所以风水也很好 墓地前有两块空地 一高一低 短向日本字 高向月字 月香结合构成阿明的性格 关于刘伯温的陵墓有很多传说 盗墓传说也很多 但据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成功盗墓 传说刘伯温的墓也是被天权保护的 据传刘伯温的墓有三十六座 其中一座有金头 盗墓贼都是为这个金头而来的 雕刻刘伯温乘一搏的墓穴被盗 即使是刘伯温前代人和孙子的墓穴也被盗走 但没有发现黄金头像 终于有人找到了刘伯温的墓穴 金的头颅 小偷初不了解到附近的环境 这里人不多 晚上睡得早 也没养狗 小偷以为可以轻易拿到 但准备离开时 却听见远处的狗声 然后 在挖掘过程中 狗叫得越来越近 最后变成了狗废 好像有几只狗在那里打架 当我们深入墓地时 狗的叫声越来越大 村里的人终于被吵醒了 奇怪的是 村里没有狗 哪里有那么多狗叫 想去看看 却看不到 正当他们发疯时 他们发现有人偷刘伯温的墓 据民间传说 刘伯温之前五百年 后至五百年 刘伯温究竟有多神明 有什么事是他预知的 并为后事证实 在朱元璋统一天下时 刘伯温回答说 狄子是狄性 文心高拱日防心 但最终还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皇位 而刘伯温回答 长子高是次子 文心高 日防心 后来朱元璋又问 何妨 刘伯温答 陈建都城虽巩固 防御严密 四角无虞 孔燕子飞来 之后 燕王朱棣从北京出发 征伐自己侄子朱允文的外甥 也真是让刘伯温大吃一惊 1644年顺治元年 清军入关后 在江南一带大败 他们当中有一位王爷 从江南回朝的班师回朝途中 经过刘伯温的老家浙江清田 他对刘伯温料事如神的本事 早有耳闻 所以出于好奇 就到刘伯温的老家浙江清田 坟墓被挖出来后 发现里面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一行字 顺治三年春 开我坟 吓得清军半死不活 而碑背上刻着 贝勒贝勒 天下无敌 生于北方 死于这职却把王爷吓得不轻 回去后竟病死 身为一介书生 寒窗苦读十年 刘伯温见原平气数将近 杨秦则目终于民主 跟着朱元璋建立起了大明王朝 而且他本人也因神机妙算 运筹为物而名流轻始 他的雄才大略和神机妙算 必然背后是所津津乐道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